学生是同性恋可以记过吗 在我国中的时候 因为很常跟同学打来打去闹来闹去的 有一天就接到老师打电话到我们家 跟我妈妈讲说 小心你的儿子是同性恋 其实这样的行为可能已经违反法律了 按照性别平等教育法的规定 我们不能因为学生的性倾向的不同 在活动、讲座上做出差别单 如果违法的话 最高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法款 面对学生性倾向的不同 学校应该负起积极的责任 给予学生面对感情的支持系统 因此在台北华山举办的 性别平等教育法20周年特展 希望能参与 适逢性别平等教育法通过20周年 本次展览已促成性别平等教育法通过的 叶永之事件为气质 针对教育、家庭等场域当中 性别议题开展了系列立体 与冲向多元面向的探讨 展览中的各个展区 为大家带来一些没有标准的答案 却有趣的提问 以及好玩用软心的互动式体验 本次展览的时间 从4月20到4月28 地点在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西低 性别平等教育法20周年特展 等你来参与 这个不成闷就充满创意 老少嫌疑的特展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 3、2、1 因此在台北华山举办的性能 性能 干 像这样的爱情 让我苦恼 总一个人又哭又笑 好 好 好